那快速的來介紹這一款鐵工廠所推出的挺鳳型鬼瓶杖 那其實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警車前行 然後是他們的武士系列 那這一隻也是因為最近實在是真的是 沒什麼東西可買可玩 所以才會買的 那... 果不其然很讓人失望啊 哈哈哈哈 唉...打開包裝呢 裡面是這樣子的一個吸塑 會有本體 他的槍跟他的那一把就是日本武士的那個 有點像他們的捕頭用的那個三叉戟的武器 然後這邊是說明書 裡面還有這個貼紙 所以他這些 你就可以選你要貼挺鳳型這種比較古風的標誌啦 還是警視廳或者是英文的Police 可以自己選擇去貼 那玩具本體是長這樣 鐵工廠的小比例 就是很小一隻 那... 呃... 這一次就真的是很讓人失望 失望到會讓我有點以後不想再買鐵工廠的玩具的地步 哦...啊...就是有很多層面 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 啊...我們就一點一點來看 哦...首先啊 就是鐵工廠小比例 一向都是以他的美形度當賣點 可是這一次的挺鳳型真的是... 你從背後看他整個車殼完完全全就在這裡 完全不遮不掩 哦...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能忍受的 尤其警車這個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角色 然後現在是2023年了 大大啊... 怎麼會警車這個角色你已經發展這麼久 哦...官方推出過那麼多隻了 啊...你美形度可以做成這樣 你變形結構可以做成這樣 你背龜殼可以背到這種地步 整個車殼上下分兩片就這樣背在這裡耶 太誇張了吧 而且不要說車殼上下分兩片了 齁...這一片拆開來做測裙甲 他也只是單純的從這樣然後分開 用一個小球關當測裙甲而已耶 齁...這個我真的是覺得很扯很扯 齁...這個美形度... 你要說他有美形度嗎 我實在是覺得並沒有啊 齁...他連鐵工廠那個基本 讓人可以願意買單的美形度他也達不到 齁...那... 因為這一個大龜殼這裡也是一個小球關連接 所以如果你看他不順眼的話 大殼直接把他整個扯掉 齁...那在把他扯掉之前啊 先看一下這一次附的這把武器 齁...銳利度是還蠻足夠的 然後就是可以用鐵工廠管理的這個握件手來拿 齁...這邊他還有附一個小掛件 就是可以把這個武器收在這邊 這樣...齁...扣的是還蠻老的 齁...就是...你...齁... 就算是這個方向的話他也是不會掉的 齁...算...有...呃... 算優秀嗎 但...唉...總之就是這樣 齁...我們把這個艾式的龜殼拔掉吧 齁...因為他實在是很卡可動 很卡很卡... 齁...那...再來我們來看他另一個附的武器 就是這把槍 齁...那...也很明顯這把槍呢 就會是他車型的... 一部分...齁...啊...我也是覺得... 怎麼會...警車的變形...不就是那樣 怎麼會還要拆一部分的車殼下來當槍到底是怎樣 而且這把槍因為他一部分的車殼就是擋在這裡 所以他的手肘...你會發現你只要拿著這把槍 他手肘甚至連彎折90度都辦不到 因為整個就是被這個槍頂住 再來他本身手部上台是靠這一段 你看...輪子這邊...這附近有一個轉軸 再加上這個車燈...前車燈... 這裡也有一個轉動 可是前車燈因為他整個車殼就在這裡嘛 就...會背後面的翅膀擋到 齁...所以他手臂上台就是這麼弱 齁...這裡...這裡...兩個關節加起來 他...也只能抬到這樣 甚至不到90度朝正前方抬起來 齁...那...再拿上這個破武器以後他... 他... 你就會發現他...根本也擺不出什麼好看的pose出來 齁...就是... 就你...你武器不要設計成這麼大一坨 他...可能還好一點 還可以靠手肘 可是...問題是...他就是...做成這個樣子 齁...真的很蠢... 齁...所以這個...武器也是...看過就算了...放旁邊... 齁...那...這一次鐵工廠呢...就是... 慣例的附了他的... 人物本體是附握拳手... 然後...還附另外附了一小包手型...就是... 齁...然後另外還附了一小包手型...就是... 開掌手、握槍手跟握箭手... 所以這一次總共就是... 慣例的四對手型這樣...齁... 齁...那...人物可動度方面... 這個頭是一個簡單的球關...齁... 往...後...抬...可以... 上揚到這個程度...可以旋轉... 齁...然後...肩砲它是... 連接在這裡...齁... 齁... 透過這一個轉軸... 再加上這裡的轉軸...來... 達成肩砲的各個角度... 那...如果嫌這個肩砲... 愛試的話...可以把它... 往後面背...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拔掉... 拔掉吧... 那肩膀可動就像剛剛講的...還蠻悲劇的...齁... 往上抬...只能抬到這樣... 而且它這個上抬關節還有一個很討厭的是... 這一節啊...你把它... 這一節...輪子這裡這一節...齁... 你把它折到超過一個定位以後... 它會有一點...那種虛偽的感覺...齁... 就是...折到超過這裡以後呢... 它會...它會這樣晃... 齁...這個手感...超...級...討厭的啊... 齁...那你就是...必須要這兩節都用上了它的手... 才有辦法這樣子往上抬到... 90度...而且你... 因為...這個肩膀... 這個球關往上就是...會... 會這樣斜斜的往上... 所以它是沒辦法...垂直直上直下轉動的...齁... 連垂直直上直下都做不到... 真的是很優秀...齁...那... 黑色這一根桿子... 因為變形的關係... 可以這樣上下戳... 可是... 戳上來以後... 它... 也是這樣子醜醜的角度... 齁...就... 並沒有... 並沒有好到哪裡去... 再來... 手肘是一個簡單的球關...齁... 齁... 那...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也是靠這裡來實現... 那...拳頭... 是一個簡單的球關... 腰是一個簡單的球關... 齁... 所以可以... 旋轉... 也有一點點的... 前後彎腰的角度... 齁... 然後... 腿前踢... 是這樣... 側踢... 也快要90度了... 有... 大腿的平面迴轉... 膝蓋有兩重關節... 然後... 腳掌... 它這邊... 因為變形的關係... 有... 超級多段關節...齁... 這裡... 這裡有一個轉軸關節... 底下這裡還有一個球關... 齁...所以它可以利用這個... 單純利用這個球關... 它就可以... 有這樣90度的側白接地... 然後... 也可以旋轉... 齁... 也可以上下動... 齁... 所以... 它的下盤可動... 其實還蠻優秀的... 不過... 這是在我把後巡甲... 拆掉的前提下... 只要我們把這個東西... 裝回去啊... 你就會發現這個... 側巡甲... 這一片車殼... 齁... 這一片車殼... 它就直接卡在這裡... 把你的... 所有的... 可動... 就是... 會把你的側白可動給卡死... 齁... 那... 你... 當然可以把它往後翻去... 避讓開啦... 只是... 只是... 就會讓人把王起來... 非常的不爽快... 非常的不爽快... 齁... 尤其是... 就是... 警車... 到底... 層幾何時... 會有這樣子的造型... 那你要說... 這是為了符合武士風格嗎? 他... 他的武士風格... 表現在哪裡? 他跟... 他跟鐵工廠的戰國... 武士系列... 其實也很格格不入啊... 就是... 他的武士風格... 到底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他這個... 小腿的... 造型嗎? 表現在他這個... 腳趾的造型嗎? 齁... 這一隻真的是... 讓人玩起來很... 不愉快啊... 齁... 包括他的變形也是... 唉... 就是... 警車的變形怎麼會做到這樣? 齁... 他變形首先... 手臂轉一圈... 拳頭轉一圈... 齁... 這個... 都是先轉起來放... 以免等一下... 麻煩... 齁... 再來... 他的... 這一塊... 背包往後推... 解開... 齁... 他... 這裡... 有兩個小卡扣扣這邊... 齁...把他往後推解開這裡的固定... 齁...這個... 掛那個三叉級的配件... 先拆掉放旁邊... 再來... 勾背包的這兩個... 這一片... 把他往上推... 齁...然後... 胸口這一塊... 往上翹... 齁...這樣... 再包下來... 上面這個蓋子再蓋下來... 齁...然後... 車頭... 就往前面推... 扣上... 這樣... 四... 二... 你看連這樣往前推扣上以後... 這邊的... 拼圖的線... 還會沒辦法拼好喔... 我真的覺得好痛苦喔... 就是... 這麼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沒辦法簡單的做好... 為什麼還要在那邊捏過來捏過去... 而去調整他... 去對他... 好... 然後... 然後... 這兩個小翅膀也超級蠢的... 他是... 要... 轉... 一圈... 然後... 往前推... 去拼... 齁... 但是... 就是... 一開始這個球關超級... 難轉... 超級卡... 其實到現在他也還是很卡... 因為他... 你看他這裡是一個斜斜的... 齁... 他是一個斜斜的角度... 他不是單純的垂直90度... 所以... 這裡在轉的時候就是會... 非常的卡... 齁... 那我真是不知道為什麼連這樣子... 轉... 連這樣子轉這個東西都會卡... 都會... 卡成這樣... 齁... 你可以看到我車窗這裡的漆已經有被刮掉了... 齁... 這個真的是很討厭... 齁... 先這樣放著... 來處理他的腳... 齁... 腳呢... 是從正面看... 腿要轉180度... 齁... 兩隻腳都轉180度... 然後再來是一個... 類似飛翼鋼彈的縮腿... 齁... 齁... 這個... 後車殼這邊也可以先合併... 齁... 那所謂的飛翼鋼彈的縮腿... 就是這個... 腳掌... 這個... 膝蓋甲先往上... 齁...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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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齁... 這個膝蓋甲再往下放... 齁... 齁... 搓成這樣... 再往上抬... 把這一堆東西藏到他的後車殼裡面去... 齁... 大概是這樣子的... 邏輯... 然後他的腳本來是這樣嘛... 齁... 他的腳掌就超級麻煩... 先... 沿著這裡... 這個小腿的這個轉軸... 先把他往外折90度... 齁...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順勢把他的腳掌繞到另一邊去... 這樣... 齁... 那...接下來就是去記說他的腳掌到時候... 是... 會... 因為他的車殼後面會有一個大洞... 所以他的腳掌要稍微利用來遮那個大洞...齁... 所以就是把他的腳掌... 這樣... 放著... 去轉這裡這個小球關去轉這一片車殼... 然後... 因為是球關所以他非常容易掉... 這一點... 也讓人... 非常... 不爽... 這一隻... 怎麼會有辦法讓人... 這麼... 不爽... 真的是很不明白... 這一隻是警車耶... 齁... 我再強調一次... 他之所以會讓人這麼不爽... 有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他是... 前行... 他是... 警車... 他是一個很... 經典的... G1角色... 官方做這一隻的變形已經做過不知道幾次了... 第三方做過不知道幾次了... 那... 那... 這種這麼... 你怎麼有辦法做成這樣... 你做成這樣到底是圖個什麼... 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個變形... 你沒有超官方的變形結構... 你自己想出這個變形結構... 有比較好玩嗎... 效果有比較漂亮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幹嘛不照超官方的結構就好了... 你自己想這個變形結構出來幹嘛... 唉... 去摺這個轉軸... 然後... 去轉這一片... 把它轉上來... 好啦...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就是去... 拚他... 去... 湊這個車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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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什麼難度了... 就是他... 這個轉軸... 底下都還有一個二重軸... 就是去搓動這個雙重軸... 然後... 上面這塊也是... 齁... 去搓他的那個... 雙重軸的軸關節... 那... 這也是我覺得這一隻變形很扯的一點... 這個東西... 先這樣折開... 再去搓這邊會比較輕鬆... 可是... 他的... 轉軸的設計... 就是會讓你沒辦法很輕鬆的... 就把這個車門這樣子90度折上來... 在這樣子折這個車門的過程... 一定會刮到這裡... 齁... 那我這一隻其實就是... 這裡的塑膠已經有被我刮到變形了... 所以我這邊這樣子... 做這個翻折... 才會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齁...如果我沒有... 這邊沒有變形的話... 你... 他就是一定會超級卡... 超級沒辦法做這樣子的翻折... 齁... 往後推... 然後這一片再折下來... 放下來... 這邊... 再去前後戳一下... 對... 對準這裡的一個... 卡榫... 齁... 那... 不曉得各位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感受到我的... 煩躁... 就是... 警車不是很簡單的東西嗎? 怎麼可以搞得這麼複雜... 又不好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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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而且... 變形完以後... 竟然這裡還有這麼大一個空洞... 要靠他的武器去填這個空洞... 好... 這是為了什麼... 官方有哪一支警車是坐得這麼吊漆的... 第三方有哪一支警車是坐得這麼吊漆的... 好... 我實在是想不透耶... 最後再把手臂... 藏進這個空間裡面... OK... 好...這樣變形就變好了... 然後... 變形變好以後... 這個車型有好看嗎... 有流線型嗎... 有像一台跑車嗎... 他整個幾乎就是一塊長方形耶... 曲線在哪裡... 你做這個變形結構... 結果變形出來... 警車的效果是長這樣... 他跟一塊長方形有什麼差別耶... 他的曲線在哪裡... 他身為一台車子的曲線在哪裡... 我實在是想不透耶... 總之這一支... 就是會讓我覺得... 你好意思推出這種垃圾產品出來... 所以... 以後我應該就不會再買任何鐵工廠的產品了... 我真的覺得這一支很... 很... 很欺負人啦... 很...很違背了消費者對他的信任... 怎麼會做這種東西出來... 木... 唉... 真的... 你... 怎麼會... 怎麼會做這種東西出來... 我真的是沒什麼話好多說的... 要不是最近沒東西可以拍... 我真的是不會拿這一支垃圾出來分享... 欸...也不一定... 因為這一支真的是讓我有點超出心理承受範圍耶...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支有多垃圾啦... 唉... 不要買這一支好不好... 根本垃圾... 好啦... 就講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